店裡坐滿滿站著的人 也好多台南最知名的老牌鹹粥 隨時去都擠滿人 想吃就得耐心等 大牌要10到20分鐘 這麼久 對 我要他們在那裡住 一晚得等20分鐘 這還不誇張 來看看網友抱怨的 19號禮拜天去 光是找座位就花了15分鐘 結果坐20分鐘 還是等不到鹹粥 沒想到一問老闆更吃驚 因為是用生米煮成粥 必須再等一小時 也就是說等一晚鹹粥 要一個半小時 乾脆不吃走人 先點好然後坐在這邊等 等差不多一個小時 好吃的料理我們堅持 一定要客人來等料理 而不是料理去等客人 業者強調 鹹粥是新鮮食材加上生米 有煮粥的SOP流程 得耗費時間 但其實現做料理餐廳很多 像這一家 天絲網鍋貼 要煎出漂亮的天網 加上鍋貼 原本可能要45分鐘 但老闆很聰明 改變做法 將天絲網跟鍋貼分開製作 節省時間 改良層可以先把皮先製作出來 這樣它時間上就會快很多 還有拉花馬鈴薯製成也要半小時 老闆直接在美妮上寫清楚 甚至希望客人可以事先預訂 最好是先打電話給我們訂好 然後告訴我你什麼時候會來 現做料理正呼呼香噴噴最新鮮 有人等到火大 還是有客人心甘情願 只怪民店太夯想吃還是得多一點耐心 今天高雄台南綜合報導 在新鮮的市場里 在新鮮上的市場裡 都在新鮮中關於新鮮中 航空間的地區